我妈在柳家做保姆 柳如烟的妈妈总防着我勾她的宝贝女儿 上了大学后 我火速搬出柳家 还教了女友 天天在朋友圈选 不得不回柳家时 柳如烟依旧给我夹菜 温柔地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 只是半夜 我紧锁的房门被钥匙打开 她手里拿着绳子 不知站在床头 悠悠看了我多久 柳如烟她妈访我跟防贼似的 我爸和柳如烟她爸是发小 后来柳如烟她爸做生意发达了 我爸却一直穷困潦倒 后来我爸得了癌症 病死了 柳家为了照顾我们孤儿寡母 就给我妈找工作 说实话 柳家真的对我家恩重如山 我爸妈都没文化 原来一直在厂里打工 把我扔农村寄宿在奶奶家养的 我没少吃苦头 我爸癌症时 把家里为数不多的积蓄全部花完了 柳叔叔回老家探亲 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 很是唏嘘 就让我妈带着我 去了他家 我妈做保姆 我跟着我妈住 然后也进了城 读书 那时我刚上初中 柳如烟比我大五岁 是个温柔懂事的姐姐 而且她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学校拿第一名 做学生会主席 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 柳叔叔和徐阿姨也为她骄傲 我刚去她家的时候 柳如烟就表现出了一个姐姐 对弟弟该有的状态 书包 课本 练习册 文具 都是她带我去书店买的 我刚开始学习跟不上 是她不厌其烦的给我辅导功课 怕我在学校没朋友 适应不了 课间操的时候 她会从高中部跑过来 给我送饼干牛奶 她的目的当然不是送饼干牛奶 而是告诉我的同学 我是有人照着的 让别人不敢欺负我 她对人说我是她爸爸朋友的女儿 我跟着我妈在一起生活后 虽然两个人都是寄住在别人家里 但柳家是别墅 佣人房也比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好上一百 而且我妈能关心照顾到我 虽然她没什么文化 但我在书房写完作业 回到房间 看到她给我织毛衣什么的 还是很高兴 但徐阿姨不喜欢我和我妈 这我看得出来 徐阿姨经常会背着别人敲打我 说柳如烟只是把我当弟弟 让我千万不要对她有别的心思 因为柳如烟这么优秀 将来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一定是要很优秀的女孩 徐阿姨说 很优秀的男孩子 不仅要长得好看 还是家世好 学习好 成绩好 能力强 什么都搞得定 那样才配得上我们家柳如烟 说实话 我和徐阿姨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并且我和她是一个战线的 我觉得她说的对 柳如烟真的很优秀 就是那种长得好看 男生在一起 我跟着柳如烟读的是私立高中 离家近 想出国的可以去国际版 不出国的 就读普通的初中和高中班级 学费是柳叔叔帮我出的 我每次都会对柳叔叔去功 感谢他这么帮助我 我说我将来一定会挣钱还他 还会报答他的 学校有时候会全校一起升国旗 做广播体操 主持人经常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柳如烟 另一个也是高中部的学长 那个学长长得很好看 听说成绩也好 和柳如烟一样是风云人物 他们俩因为样貌突出 大家都觉得他们是金童玉女 我也觉得 他们俩也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自己有天像他们那么厉害 我刚到柳家时 柳如烟高二 他除了平时辅导我功课 给我规划学习方向 弥补薄弱的地方 放假还会带我出去玩 等我已经完全适应了 在柳家和学校的生活后 他就飞了国外读书 他大学是在国外读的 他走的时候 我读出二 徐阿姨很舍不得他 但我感觉他松了口气 觉得我不用和他女儿 朝夕相处培养感情了 因为每次柳如烟给我辅导功课 徐阿姨都说要给我请家教 说不要浪费柳如烟的时间 柳如烟就很值得说费那个劲干嘛 柳如烟要带我出去玩 徐阿姨就委婉地说 她可以带我出去 或者让别人带我去也行 我们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根本玩不到一块 柳如烟又说 我们去游戏厅 男女老少都能玩到一块 妈妈 你要不要去 柳如烟根本就听不懂他妈说话 徐阿姨叫我别跟柳如烟走太近 我立刻说好 柳如烟成绩确实好 也很懂事 好大人的喜欢 但我觉得他有个毛病 就是他认定的事 自有他的逻辑 别人怎么说都说不过 因为他不听 我说我的成绩自己搞 他说他帮我 也是我自己在学 我让他忙自己的事 他说照顾我这个弟弟也是他的事 他要带我出去玩 我就说不想出门 他就会很严厉地批评我 青少年十七整天待在家里 把身体搞坏 他妈说我有自己的生活 让他别插手太多 他就说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让他妈别插手太多 总之 徐阿姨提心吊胆了两年 终于把我和柳如烟分开了 他脸上的笑都轻松了不少 看到我更是亲切了很多 柳如烟在国外读书是很忙 基本一年回家一次 我上了初三 又上了高中 也很忙 他在国外的四年 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我从私立初中 考到了公立高中 还读了助校 每天都在努力读书 柳如烟回家的时候 也会给我们每个人带礼物 他的礼节真的无可挑递 给每个人的礼物 都是最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柳叔叔和徐阿姨 对他满意的不得了 直说柳如烟虽然是女儿 但也是他们的贴心小年傲 柳叔叔说他这辈子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女儿有出息 一定是因为他善良做了好事 记得了 所以才有这些好运气 日子就在波兰不惊中度过 直到柳如烟大学毕业 要回国工作开始 徐阿姨又开始紧张起来了 暑假的时候 我从学校搬回了柳家 柳如烟还有十多天也要回来 徐阿姨对我道 小达 你柳如烟姐就要回来了 你也长大了 可千万别像小时候那样黏着她 不然你未来嫂子要吃醋的 我立刻表忠心 徐阿姨 您放心 等我开学了 我就住校 平时就在学校兼职挣钱 没时间回家的 绝对不会耽误柳如烟姐找姐 徐阿姨夸我上岛 还给了我一个红包 让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她又道 你啊 可以趁着上大学找找女朋友 但一定要擦亮眼睛 你们大学才能找到真正有感情的人 等出了社会就难找了 你找的时候 一定要多参考女方的人品 家庭条件 有喜欢的 也可以拿来阿姨帮你参考一下 我欢天喜地的道了喜 回了房间 数了数红包里面的金额 有一万块 我暗暗发誓 我将来也要挣钱 然后好好报答徐阿姨一家 暑假时 柳如烟回来了 赵就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礼物 给我的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她说我大学能用到 我兜里的新手机还是柳叔叔送的 徐阿姨看到我们俩在一起 眼睛就会像韦达一样扫描 生怕我们生出感情来 徐阿姨真的想多了 我首先有自知之明 其次不会恩将仇报 我是不可能勾搭她女儿的 柳如烟说要带我出去毕业旅行 她说 别人家的小孩也有 你怎么能没有呢 姐姐都会给你的 我虽然疯狂心动 但我要是跟着柳如烟出去玩 徐阿姨估计会睡不着觉 我说我要去肯德基打工 但我没去肯德基打工 我每天都离开柳家 去图书馆看书 柳如烟自己在创业 也很忙 我有时候半夜起床喝水 才看到她回家 有点疲惫的样子 我想关心一下她 但对她最大的关心 就是离她远点 所以我默默关上了房间门 开学的时候 我妈帮我收行李 柳如烟罕见的也在家里 她一着门框 素梅道 家里离你学校也不远 其实没必要住小 我道 读大学肯定很忙 而且我想自己也打工挣钱 这样回家就不方便了 柳如烟姐 你放心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她点点头 默默我的脑袋 好好照顾自己 解决不了的 就打我电话 我点点头 徐阿姨立马出来 拍开她的手 你弟弟已经长大了 你们得注意距离 我冲他们两校小 上大学 住校 是第一步 真正能让他们放心的 就是我要是有了女朋友 那徐阿姨肯定就更放心了 然后再是存钱买房 这样我就不用经常去她家了 当然我还是会回去看看 柳叔叔和徐阿姨的 但我有自己的家 就独立出去了 他们会更加放心 柳如烟开车送我去学校 帮我提行李 铺床 买生活用品 简直是个标准好姐姐 我们去办了各种卡 然后去食堂吃饭 柳如烟把她盘子里的 哺乳肉瘦肉夹给我 道 你还小 先别谈恋爱 好好学习 知道吗 我忙点点头 道 我当然知道 如烟姐 你老大不小了 赶紧给我找个门当户队的姐夫 好让叔叔和阿姨放心 她的眉头促成了一个穿子 道 大人的事 小孩别管 送走柳如烟 我就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觉得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个女朋友 开学一个月 就有个大二的师姐追我 师姐叫萧萱 是学院里出了名的海后 还是个富二代 她到现在 换了至少十个男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 看电影 逛街 她送我礼物 之后表白 我们就在一起了 她表白还挺上当 订了烛光晚餐 还送了我一款死贵死贵的 4090显卡 我觉得我有当小白脸的钳制 我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一一拍照 上传朋友圈 官宣我谈恋爱 我们俩还拍了合照 拍照的时候 萧萱偷吻我 我心里不喜欢 还是笑着合影了 我基本很少回柳家 和萧萱恋爱 我们两谈的天下皆知 她本来就很受关注 连带着我也很受关注 我想了想 去注册了个账号 准备搞个自媒体赚钱 萧萱还挺配合我的 于是我先从选女朋友开始 我就拍我们俩的约会日常 我觉得我的账号定位 就是分享大学生活 恋爱经历 然后等着接广子 然后我又去网上 看了同类型的账号 是怎么拍摄的 学了些东西 找萧萱陪我拍 别说 这效果真的嘎大好 有时候我分享长视频 从化妆开始 到约会结束 有时候分享十几秒的视频 这种视频可能就是一个场景 比如她从后面拍我肩膀 我回头 或者网上流行那种青青 再配个带胆节奏强的音乐 我居然在短短时间内 报了两个视频 一个长的 有点搞笑 一个短的 就是那种很有氛围感 很驴的视频 然后我的几个平台账号 涨了几十万 随即在主页挂商品来卖 又接广告 赚了六位数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高兴的晕头转向 所以我妈叫我周末 回柳家吃饭时 我兴高采烈的回去了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一惊降临 因为赚了钱 我去商场给柳叔叔 他们三个都买了礼物 也给我妈买了礼物 虽然他们什么都不缺 但这是礼数问题 徐阿姨对我笑得更加真诚了 她还说 萧薛儿是某某商业大佬的女儿 很不错的一个女孩子 叫我和她好好交往 我点点头 只要萧薛儿不提分手 我就不提 我现在的流量还依靠她呢 我妈拉着我到厨房 小声道 你现在刚上大学 要先学习 等将来找个好工作 再谈恋爱 我要把顺序搞乱了 反正我妈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我找个好工作 最好去考个公务员 或者当个老师 我说我知道 我妈对着我欲言又止 最后道 你别 别和那个人太紧了 你现在可千万不能 让人女孩子怀孕 要是有了孩子 又打掉 对对方的伤害很大 将来也不好找结婚对象 生下来更不可能 你得先有了好工作 能养活自己了 再考虑其他 她又问我 你们没进行到那一步吧 一转身 就看到柳如烟双手插兜 斜靠在厨房门口 正悠悠地看着我 也不知道听到了多少对话内容 我更加感觉无地自容 一头就出去了 自从我上高中以后 一般一个月回来一趟 柳叔叔和徐阿姨 就让我和我妈 跟他们一起吃饭 平时我妈都是和其他佣人一起吃 刚开始的时候 柳叔叔叫我们一起上桌吃饭 被我妈非常坚决地拒绝了 我妈很珍惜这个工作 所以她不会做 让主人家可能讨厌的事 饭桌上其乐融融 柳叔叔听了我的自媒体账号 说我有头脑 也有本事 还给我提了几个建议 柳如烟全程没怎么说话 但她脸上挂着和煦的笑 和原来一起吃饭一样 帮我加菜 是个温柔的好姐姐样子 所有人都很高兴 真好 吃了饭 我坐在沙发看电视 萧薰儿给我发信息 萧薰儿 宝宝 我想你了 明天我们一起吃午饭 我心情好 就回 宝宝 我也是 我们约了明天吃饭的时间地点 又聊了几句 分享日常 说实话 我觉得和萧薰儿 谈恋爱好处真的很多 除了她时不时暗示 我去开房以外 聊完了 我感觉背脊一凉 柳如烟正端着 杯牛奶站在我身后 也不知道看到 我的聊天内容没 我有点不好意思 对她道 如烟姐 最近忙吗 她笑着回 还好 牛奶赶紧喝吧 我一口闷了 她拿回杯子的时候 指付擦到我的手指 我赶紧缩了回去 把一切暧昧 都要扼杀在摇篮里 玩了回手机 我觉得好困 回了房间 冲了个澡 绳子进屋 反锁了门 站在我的床边 透过窗外的月光 看了我很久 然后又开始温柔地 把我绑了起来 抱着我离开了脸颊 而我还在梦中 一觉醒来 我被青梅姐姐绑架了 我看着我手腕 和脚上的绳子 陌生的房间 以及一脸温柔带笑 坐在我床边的柳如烟 陷入了沉思 弟弟 你饿不饿 我抬了抬手 假装淡定 但心里害怕的瑟瑟发抖 卢烟姐 这是什么新型的cosplay吗 柳如烟摸摸我的脑袋 悠悠地看着我道 是啊 是弟弟和姐姐的专属游戏呢 我犹豫地看着他 又看了眼四周 那咱们在哪里 要不回家了再玩 柳如烟直接为我喝水 语气没什么变化 但黑魔明显变冷了 弟弟回去了不是很忙吗 有你女朋友 有你妈妈 有我爸妈 还有你的学习 个个都比姐姐重要 弟弟怎么还会激动我 他又伤胆地说 我真没想到啊 我关心你这么多年 一直觉得你还小 所以对我的暗示 没有反应是正常的 我知道我妈不想 我和你在一起 我就想先自己创业 等着将来就算 他们不支持 但也没话说 我也能把你照顾得很好 原来他想包养我啊 没想到 他捏了捏我脸 你不是年纪小 什么都不懂 是不喜欢我啊 我凌乱了 所以这么多年他关心我 是因为喜欢我 但他没说过啊 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人好 根本没往其他方面想过 我咽了咽口水 如烟姐 咱们有话好好说 别做什么过激的事 你把你的诉求告诉我 我会好好考虑的 真是平时越乖越平静的人 发起风来越变态啊 柳如烟又没了忧伤的神色 转而有些高兴的看着我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想好了 原来是我们相处的太少了 所以你不喜欢我 只要我们时间足够多 他们就不会比我更重要了 所以你就一直在这里 知道吗 我直接一整个人傻住 他还拿了我的手机 帮我发信息给肖旭儿分手 肖旭儿直接打电话过来 他拿着手机开了外访 肖旭儿声音有点气急败坏 为什么要分手 我们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我看了看柳如烟 以及他手里还拿着的菜刀 我声音有点发颤 就是 就是不喜欢了 纪伯达你有毛病吧 老娘陪你疯了一个多月 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 当老娘是你的狗啊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在哪里 我现在立刻过来 我还没开口 柳如烟把手机拿过去 声音清冷 我是他的新女友 你别骚扰我男朋友 对面开骂 柳如烟挂了电话 我心里开始担心 起我的自媒体账号 要是被肖旭儿说我出轨 那我是不是救他房了 柳如烟道 他真的很没素质 幸好分了 我赶紧点头 柳如烟拿着菜刀 去厨房切菜 开始做饭 我用牙齿咬开了手上的绳子 又解了脚腕上的绳子 偷摸的想出门 这里应该是他的公寓 看起来没什么人情 估计昨晚的牛奶里加了东西 我感觉自己头有点晕 也没什么力气 我的心砰砰跳 柳如烟正在厨房做饭 背对着我 我掌心都出汗了 然后轻手轻脚想把门打开 但是门门撕不动 我急得额头冒汗 但就是打不开 吃饭了 柳如烟端着一盘菜 放在桌子上 看着我 还是那个温柔的样子 疑惑的问 你想去哪里 我摇摇头 他直接过来 拉着我走回去 倒地上凉 以后不许不穿拖鞋踩地上 说实话 我是个男人 本来能打得过他的 但他是跆拳道士级 天使面容 魔鬼身材 而我 真的像个吃软饭的弱鸡 空有一身皮囊 还有灵活的头脑 我浑身僵硬地 被他拉到餐桌边的椅子上 他又去鞋柜 给我拿了一双新的拖鞋 他还是给我夹菜 一边对我闹 学校那边我会帮你请病假 如燕姐 我试着和他讲道理 哀求他 你能不能放我回去 我不想住这里 你爸妈和我妈妈知道 你做了这种事 肯定会很失望的 他不为所动 如燕姐 你很好的 你忘了吗 你是个好姐姐 你别做这么吓人的事行吗 宝宝快吃 他给我加了一块菜 放我嘴边 冲我笑得温柔又专注 我早就希望饭桌上 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我不信他真的能把我关起来 我是一个活人 他怎么能把我关起来 就算我学校请假了 但我妈联系不上网 肯定也会报警 而且他有自己的工作要忙 怎么能一直看着我 我拒绝吃饭 让我放我出去 柳如燕很生气 看起来还很失望 你就这么不喜欢我 我哪里不好 你宁愿和一个浪荡的女人谈恋爱 也不喜欢我 不是我不喜欢你 是我们不合适 我生气道 而且你说你喜欢我 你就是这么对我们 我看你根本就是占有欲作祟 你关着我 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别逼我报警 报警 他笑起来 那你报警啊 快去啊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做了什么 让我爸妈 你妈妈都知道 我也很期待他们脸上的表情 我色索了一下 我简直不敢相信 要是柳叔叔和徐阿姨 知道了柳如燕绑架我 会多吃惊多失望多伤心 我妈妈也会很伤心的 而且我们本来相处的很好 氛围和谐 要是出了这件事 肯定会很尴尬 柳如燕 他原来对我很好 我也不想他坐牢 我孽如了下 如燕姐 我不会报警的 咱们别玩了 你不想我谈恋爱 我就不谈 你想要我做什么 你和我说 我会配合你的 行吗 我要你爱我 他把我紧紧抱住 轻轻嗅着我身上的味道 我要你只爱我一个人 和我一直在一起 你要是做不到 那就一直待在这里 他看着我 非常认真的说 可是你妈妈根本不喜欢我 我想了想 还是算了 现在是先得到自由比较重要 那我们先地下恋情 别告诉家里人 行吗 等他腻了 你现在是什么表情 你不喜欢我吗 喜欢 喜欢 我忙要亲他的侧脸 他转了一下头 和我嘴对嘴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心里觉得坠坠不安 又不得不屈服 和萧薰儿拍接吻视频的时候 我只想着赚流量 赚钱 现在 我感觉我太惨了 柳如燕不同意 现在放我出去 他说我们要在家里培养感情 他所谓的培养感情的方式 就是天天问我想吃什么 然后做给我吃 甚至要亲自喂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难得有这么多时间给我睡觉 我实在想不通 柳如燕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 一切都好魔幻 我们晚上同床共枕 第一晚的时候 他问我有没有和萧薰儿在一起过 我摇摇头 他就抱着我哭 说他知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想杀人 想杀了我 想杀了萧薰儿 再自杀 我问他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 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 他就笑了 说我就是他的药 有时候我觉得柳如燕就像一条蛇 浑身冰冷的紧紧缠绕着我 但我挣扎不开 有时候觉得 他温柔闲静 就是原来那个如燕姐姐 我想不通事情 我就想睡觉 我觉得睡醒了 人就会精神一点 可以面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我醒来的大多数时间 他都在远程办公 或者他出门不在 但我醒来 公寓里只能接电话的坐机就会响 告诉我他还有一会儿就回来 公寓里安了监控 我在他公寓里浑浑噩噩呆了五天 直到五天后 外面的门被拍得很响 柳如燕蹴了下眉 我看到他把门打开 从屋子里面开门 需要指纹或者密码 意思就是只有他才能开 外面居然是警察 报警的是萧轩 他打我电话 但柳如燕把他的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了 萧轩想找我算账 在学校找不到人 又不知道我的家庭住址 就报警找我 我惊呆了 随后而到的 还有柳如燕的爸妈和我妈妈 我看看萧轩 又看看柳如燕 再看向柳如燕爸妈和我妈妈 我妈妈道 我第二天没看到你 我们在别墅的监控也没发现你出门 就很奇怪 又联系不上你 学校的辅导员又问我你生了什么病 要不要他组织学生去看 警察问我 你是被绑架了吗 徐阿姨 警察同志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我女儿 他们俩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警察道 但有人报警他被绑架了 报家警要被处罚 萧轩立刻道 我和我男朋友约好了时间吃饭 他却突然提分手 还有个女的在旁边说话 之后我再也联系不上他 不是绑架是什么 柳叔叔有点急 柳如燕 你和警察同志解释清楚啊 你只是和小达在这里玩玩 徐阿姨道 小达 你也说句话呀 你柳如燕姐姐怎么可能绑架你 同行的一个警察对我道 小伙子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怕 我妈紧张地看着我 眼睛都红了 我看着柳如燕 她也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全是瓶颈无波 还带着温柔的从容 仿佛没有什么是能撼动她的瓶颈的 我们都没说话 警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给柳如燕带上了手铐 她还是不说话 一个警察说要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他们从屋子里搜出了绳子 还从垃圾桶收集了证据 警察问我 你能从这里出去吗 我摇摇头 我打不开门 徐阿姨开始哭 有叔叔打了柳如燕一巴掌 我吓了一跳 我想说话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我要一直被柳如燕关着吗 她现在这样 以后会不会也这么对我 可是我不想她坐牢 她能不能以后不要关着我 然后我就对警察说她没有绑架我呢 柳如燕被带走的时候 对我说了一句话 出门记得穿外套 天凉了 不要感冒 然后她不理会她爸妈 直接跟着警察走了 我妈跟着我去医院检查了 从医院出来 警察问我能不能去做笔录 我说可以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吗 他们让我尽快去找他们做笔录 我妈一直在哭 说对不起我 柳叔叔去请律师了 徐阿姨跟着我们 从医院出来 我想回学校去 但现在事情变成这样 我妈肯定不能回柳家 我让我妈和我一起去学校 徐阿姨问我能不能单独谈谈 徐阿姨开了个包厢 她疲惫地按着额头 道 小达 柳如烟 她欺负你了吗 你想让她坐牢吗 我忙摇摇头 我不想让她坐牢 那你刚刚怎么不解释清楚呢 徐阿姨急了 徐阿姨 您能和柳如烟姐说一声 叫她以后别关着我吗 我就和警察说她没绑架我 行吗 我不想被关着 但我也不想她坐牢 徐阿姨面色惨白地和我告别 她让我妈回去住 说这件事我们都冷静一下 我妈跟着徐阿姨回去了 我一个人打车回学校 在门口看到萧雪儿 萧雪儿冲上来 小心翼翼地问我 小达 你没事吧 这件事你别想了 你先回去睡一觉 警察会处理这件事 我犹豫地看着她 道 你居然会报警吗 她挠挠头 刚开始就是想找你算账 结果没看到你 谁能想到变态就在身边呢 这件事没人知道 大家都以为你病了 放心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 谢谢你 我真心道 对不起 没事的 我是你女朋友 没有保护好你 是我的错 我们不是分手了吗 分手不是你被胁迫的吗 那也分手了呀 咱们就趁着这次机会分手了 人我一个都惹不起 我想找个算命大师算算 我是不是应该住故身 不然为什么谈的恋爱这么不顺利 就算我心思不纯 但也不用这么倒霉吧 关于柳如嫣的事 我第二天上午 还是去派出所说她没绑架我 柳家对我和我妈有恩 柳如嫣一直对我挺好的 我不想她坐牢 可能我还是没办法 把温柔闲尽的柳如嫣姐姐 和变态联系在一起 柳如嫣被放出来后 来学校找我 我刚上完课 我们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相对站着 她把我的头发别在耳后 问我 有没有想我 她的态度就是无事发生 好像她不是因为绑架我 被关进警察局的一样 说着 就顺手牵住了我的手 我挣扎了一下 她反而握得蹦紧 萧薰儿跑过来 抡起拳头就打柳如嫣 然后他们俩就在学校里打起来了 我赶紧跑了 我更加后悔了 柳如嫣不好惹 萧薰儿也不好惹 现在萧薰儿和我帮上 天天缠着我 不承认我们分手 我狂奔回宿舍 弄了包泡面吃 柳如嫣给我发信息 说在楼下等我 我的宿舍在三楼 透过阳台能看到她正站在花坛边 我给她回 如嫣姐 你别等我了 你赶快回家吧 别让徐阿姨担心 这段时间的事 就当没有发生过 结果柳如嫣不走 从中午站到晚上 到了十点过 宿舍里其他兄弟都在讨论 楼下美女到底在和谁虐练谨慎身 我给徐阿姨打电话 让她来接人 徐阿姨一言难尽 没一会儿 我就看到徐阿姨和柳叔叔来了 两人不知道和柳如嫣说了什么 柳叔叔差点动手打人 但徐阿姨按住了柳叔叔 他们说了半个小时 最后柳如嫣也没走 把徐阿姨和柳叔叔气走了 她还真是执着了 我下楼的时候 她眼睛亮了亮 我给她一瓶水 她接水的时候拉住了我的手 如嫣姐 你是不是疯了呀 要不你真的去看看医生吧 我没疯 我就是喜欢你 喜欢你有错吗 那你爸妈不同意啊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管他们同意不同意 我对你没有男女之间的喜欢 我就不关你 她又求我 小达 你就可怜可怜我 我这两天都没休息好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难道你还信不过我 那你明天去精神病院看看 你陪我去 那我还是住宿舍 我们明天一起去医院 她终于走了 躺回床上 我怎么也睡不着 感觉就是睡太多了 我的账号也好就没更新了 就因为这件破事 我妈还说要找个房子 搬出去住 然后重新找份工作 半夜两点的时候 徐阿姨给我发了长长的一段信息 说是对不起我 请我原谅柳如嫣 又说请我多照顾照顾柳如嫣 她现在一定是病了 现在死胡同里面了 第二天 我头昏脑胀的醒来 柳如嫣来学校接我 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精神病医生 我还感觉有点难为情 医生看着我 问我有什么问题 我只知柳如嫣 她有问题 医生问了下 又问柳如嫣 柳如嫣说 我喜欢她 想和她在一起 这算是有病吗 医生一脸猛逼的看着我们 我忙解释道 她前段时间把我关起来了 医生一脸惊恐的看着我们 柳如嫣道 我没想一直关着她 我只是和她培养感情 医生叫我们去派出所问问 她这里治不了 永逸 出了医院 柳如嫣拉着我去吃饭 我食不知味 结果她拉我手的视频被人拍了 因为我前段时间和萧雪儿营业甜蜜情侣 已经算个小网红了 现在有人直接就说我出轨了 一时间 我的各个账号都被骂得体无完肤 然后又有人爆料 柳如嫣和萧雪儿打架 更加证实了我们是三脚链关系 我赶紧发了个说明 说已经和萧雪儿分手了 但萧雪儿紧接着回应我 她没答应分手 是有人插足我们的感情 她还一直在等我 柳如嫣也搞了个说明 说一切都不关我的事 是她勾引我的 请大家不要骂我 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的账号一下子涨了几百万粉丝 全是黑粉 一六嫣全部都在骂我 辅导员都找我谈话了 说要我注意个人形象 不要做出违背工序良俗的事 不然学校也不好办 最后还是柳叔叔出动 花钱把这事给压下去了 我妈现在住在出租屋里 她暂时也找不到工作 太辛苦的我不想她去 不辛苦的早就有人干了 她这些年在柳家存了些钱 我想着我再挣点钱 我们就可以买个小房子了 但挣钱就得拍广告 柳如嫣三天两头来学校找我 我不见她 她就在宿舍门口的凳子那里 坐着远程工作 托她和萧薰儿的福 我现在已经是全校皆知的公众人物 出去洗个衣服 都有人看猴子一样的看我 柳如嫣来找我 也被很多好事者拍网上去 反正我出轨的话题已经几千万浏览了 还有往上涨的趋势 我深吸了口气 这钱不赚白不赚 柳如嫣再来找我时 我打扮了一下和她见面 她眼前一亮 然后高兴地摸摸我的头 是不是想我了 我点点头 然后我又开始复制和萧薰儿 在一起时的套路 做恋爱博主 发了几个视频 人气很高 萧薰儿发信息骂我 说我就是范姐 居然和一个绑架犯 强健犯在一起 我该我被关一辈子 下次再也不会救我 我没理她 但萧薰儿又和我们杠上了 她开始骂柳如嫣 撬她墙脚 还在网上公开骂 因为萧薰儿的原因 柳如嫣的身份 以及柳叔叔的公司 都被扒出来 但柳如嫣的账号 涨粉丝涨到了一百多万 我让她把账号给我管理 还签了合同 赚的钱怎么分程度谈好了 她说她不要钱 钱都给我就好了 还说以后的钱都给我 自从决定和柳如嫣 做甜甜的恋爱视频账号以后 我就开始忙了起来 不过这个还好 不是特别难 然后我又搬到了 她公寓里面去住 真是作孽啊 不过也能拍更多视频了 柳叔叔的公司 刚开始受到了点影响 好在影响不是很大 我和柳如嫣在一起后 徐阿姨经常叫我们回家吃饭 她现在也不叫我 离她女儿远点了 反而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感谢我不嫌弃她女儿精神 柳如嫣平时表现得很正常 因为我们热度很高 我又住她的公寓 还搞了直播卖火 彻底成了的网红 网红真赚钱了 本来我刚开始 还暗暗地咒骂萧薰儿和柳如嫣 把我害得被全网骂 但现在我却觉得 感谢他们的美脑子 让我赚钱 我愿意天天被骂 萧薰儿又找了新的男友 事情逐渐平息 我和柳如嫣的生活也特别规律 我平时就去学校上课 上完课 就去她公司找她 发泄日常 或者在公寓里剪辑视频 或者直播卖火 她就忙她的公司 徐阿姨现在看我 一脸的满意 说等我毕业了 就和柳如嫣结婚 而同房她都装好了 我觉得徐阿姨的心态 就是古代那种充喜的心态 看柳如嫣病得不轻 让我治疗一下她 我妈又回来柳家上班了 她说她闲着不习惯 对柳家又熟悉 还不如挣点钱 他们现在都不是夸柳如嫣懂事了 而是叫她多放松一下 不要整天忙工作 出去散步旅游都行 身体最重要 其他都是次要的 跟对待绝症的病人似的 生怕她拿出菜刀就要看人 柳如嫣还是一温柔的笑意 一边给我加菜 一边温顺的说好 还顺便关心了一下 所有人的身体健康 众人 我大二的时候 柳如嫣一跃进了福布斯富豪榜 我们又上了热搜 不过这次底下 全是她提前买的水具 吹我们狼才女帽 是真爱 我惊呆了 疯子和天才真是一体的呀 我平时也没觉得她怎么样了 最多就是学生时代 稳坐第一的宝座 长得比较符合小说 女主的气质和美貌 我真没想到 她自己都能这样牛叉 我惊讶的说不话来 问她 你居然暗戳戳这么厉害 她平时跟个理工女士的 上班时间是很多的 平时也是抱着电脑加班 但她也经常来学校找我 我们俩在公寓里同居 然后家务都是她包 虽然两个人平时没太多家务 她靠近我 柳如鹰素般的气息 瞬间裹挟住我 问 你有更爱我一点吗 翻外 柳如嫣喜欢家里新来的弟弟 弟弟有一头浓密的乌发 一双水灵灵的信眼 一张小小可爱的圆脸 看着软软糯糯 怯生生的 她觉得像一只小羊羔 比女孩子还可爱 她说话声音小小的 很懂礼貌 她就喜欢照顾她 带她出去买东西 带她适应环境 她妈妈是家里的庸人 说实话 她最开始看到 吉伯达被养成那个样子时 心里只觉得气氛不已 穷人就不要生孩子 生了孩子又养不好 为什么要生 那么漂亮的男孩子 即使穿着最新的衣服来她家 她也觉得不合身 不好看 而且她看起来很害怕新环境 完全没有那种大气的感觉 她觉得要是她来养 肯定能把她养得更好 最好是那种白白净净 像小王子一样 所以她很照顾吉伯达 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 她乖乖跟在她身边 叫她如烟姐姐 她放学早的时候 会去初中部看她有没有走 那天正好吉伯达考试成绩下来了 她考得不好 她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 孤零零的写作译 眼泪啪哒啪哒的掉 然后自己擦干净 努力看清楚上面的内容 柳如烟看着她哭 自己心里都难受了 同时又想 她以后得生个像吉伯达 这么可爱的女儿或者儿子 吉伯达有时候 在她眼里就是个笨蛋美男 她进去 把纸巾给她 温身安慰她没事的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吉伯达一边擦眼泪 一边很伤心的说 不是的 如烟姐姐就一直很优秀的 不会像我一样考得这么差 她瞄了一眼她试卷上的分数 她确实没考过这么差的分数 吉伯达从小就记住在奶奶家 对看人脸色这件事做得非常熟练 她知道柳如烟果然没那么差的成绩 更加伤心了 柳如烟哄了她一会儿 她才哽咽地让她先回去 不能耽误她的时间 她想自己再哭一会儿 柳如烟把她的书包收了 拉着她就起来带走 吉伯达那时还是个脆弱的小男生 一路都在哭哭啼啼 引来无数路人的观看 柳如烟最后带她去游乐场 想要逗她开心 吉伯达看着游乐场摇摇头 她很沧桑地说 我成绩那么差 哪里还有资格玩 后来柳如烟觉得她的这个理念很好 因为她整个初中和高中 从来没有任何早恋的倾向 她读大学的时候是很少回家 但她每次回来 都会翻她的手机和书包 当然是偷偷的 她不觉得她侵犯了她的隐私 她觉得只是在从侧面保护她而已 她还会问她的感情状态 问有没有人追她 吉伯达是很信任柳如烟的 她一直都希望自己 像柳如烟那么优秀和要点 柳如烟是她成长路上 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领路人 她妈妈的思想见识 根本不足以传授 她任何的人生经验和知识 而柳如烟爸妈和她 又没有血缘关系 对她如此照顾 已经是人之意尽 她老实地告诉她 确实有女生给她写情书 但她都拒绝了 随即她有点苦恼地问她 我是不是像个机器人呢 我同桌说我每天都懂得太紧 不懂得享受生活 不懂得松弛有度 我身边好多同学 他们都在暗戳戳地谈恋爱 但成绩还是很好 但我怕我谈恋爱 影响我学习 而且一群高中生 总喜欢约着周末一起去玩 她不想去 同学总是会说她不合选 这样不好 吉伯达是真的想听听柳如烟的意见 她也很害怕自己的这个想法是错的 柳如烟听了 大肆鼓励了她一番 她说 你是对的 你和别人的条件不一样 你的同学 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架势 或许人家出去玩了 家里好几个辅导老师 等着帮他们提高成绩 但你有什么呢 你只有你自己 还有我 我又在国外 不能常常帮到你 所以你更要心无旁骛地学习 千万别和别人走太近 吉伯达心里暗暗想 她只有她自己 因为她的人生只有自己才能负责 她现在去玩了 将来去去工厂打工 现在陪她玩的同学 可不会那事业去陪她 吉伯达更加崇拜信任柳如烟 觉得她不仅道理讲得好 还能站在她的立场思考问题 柳如烟偶尔会给她发信息 问她最近怎么样 但基本一个信息发过去 要好几天才能收到回复 吉伯达宿舍有座机 要是妈妈有什么事 通过手机找不到她 可以打座机 也可以联系班主任和宿管找她 但是班级群里或者同学经常给她发信息 她觉得浪费时间 又经常手机关机 放在衣柜里 吉伯达高三的时候 柳如烟圣诚诞节放假回家 她去她学校找她 准备给她个惊喜 送她圣诞礼物 她记得她读高中时候 圣诞节大家都跟疯了一样 互相送礼物 然后借机要么表白 要么暧昧 她给她打电话 照样关机 她和门卫沟通了半天 又给她的班主任打电话 压了身份证 才成功进去了 正是周五下午的光景 最后两节课没课 学校让学生大扫除 那天刚好轮到吉伯达那组大扫除 她一直是很有礼貌的 她不至于不理人 那女生不知讲了什么 从兜里掏出一个盒子 硬塞给吉伯达 吉伯达直接扔垃圾桶了 还怒道 我说了不喜欢你 你别打扰我了 那女生脸色很难看 被当众下了面子 要和她闹 你不喜欢我 喜欢谁 难道你一辈子做个和尚啊 吉伯达气得脸色通红 她才不会喜欢这么幼稚的女生 柳如烟此时进了他们的教室 把手搭在吉伯达的手腕上 对那女生道 她喜欢我 我还是不自觉地散发出来 她勾起唇角笑一笑 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周围看热闹的同学 都兴致勃勃地盯着她 那女生无地自容 要是进来的 事个各方面都不如她的 她还可以大肆嘲笑她们一番 但柳如烟明显各方面 都甩她好几条件 事个有眼睛的都知道怎么选 女生愤愤离去 吉伯达还处于萌萌的状态 柳如烟直接挽着她的肩膀 就把她带离了众人的视线 滚香软玉在怀 吉伯达身上淡淡的男性 轻香传入她的鼻腔 柳如烟只觉得浑身一震 心脏剧烈跳动 身体微微发颤 她们去了操场 吉伯达赶紧挣扎 两人保持距离 吉伯达又吊儿锒铛地问 卢烟姐 你怎么来了 就像刚刚的事没有发生 没有她们那么暧昧的举动 柳如烟觉得有点疑惑 她很早就发现自己喜欢吉伯达 占有欲也日渐滋生 虽然不想早恋 但她其实觉得两人 确定一下心意没什么 所以她在有限的 和吉伯达的相处中 也会做些暧昧的举动试探她 比如讲题时 假装不小心碰到她的时候 她咳嗽时 她就摸她的额头 她还会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就是那种眼神 懂得都懂 更别说给她买的各种 实用或不适用 但有寓意的礼物 她送过杯子 代表一杯子 送过手表 代表了她的心 送过游戏机 球鞋 演唱会门票 有时候她也说些暧昧的话 比如说我一直在等你长大 我在外面一直都很想你 我做梦梦到你了之类的 纪伯达跟绝缘体一样 每一次 她都非常大方地 把所有的暧昧扼杀在摇篮里 她摸她额头 她不会害羞脸红 一脸正经地看着她 手势不准她 我得用温度计 然后她就正经地用温度计测体温 她撑着下巴 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她就眨眨眼 对她说 如烟姐 我想去拉屎 她说做梦梦到她了 她就哈哈大笑 问是不是恶梦 然后做出争鸣的表情 她收的那些礼物 她也从来不用 都好好地保存着 她原来一直以为 她是小孩子星星 是个直男 还没长大 所以不懂 现在她看着操场上的她 她突然就明白了 她懂的 以她的经验 她会判断不出来她喜欢她吗 她只是没办法 像拒绝教室里内的男生那样拒绝她 她给了她圣诞礼物 是一块手表 她为难地收了 说以后送她便宜货 她就喜欢便宜货 她想带她出去吃饭 她说试卷没做完 然后两人去了学校的小食堂 给菜吃 回去的路上 柳如烟一直在思考 应该怎么办 她知道她妈妈 希望她找个家 是好的男孩子结婚 所以不喜欢几伯达 她想着大学毕业就回来 然后自己创业 等她做出名堂来了 她父母也干涉不了她的决定 至于几伯达那边 等她回来了 再慢慢追 反正他们现在还是异国 没想到的是 一切都和预想中一样顺利 除了几伯达那里 她一直在忙公司的事 而她每次抽出时间 来关心几伯达 约她吃饭 她都说自己忙 每个理由都说得无从反驳 甚至陪室友的女友打胎 这种理由都有 然后很快 她就看到了她的官悬 真是迅速啊 她看着手机里 那对笑容灿烂的狗男女 黑眸颜色加深 指尖泛白 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 她居然敢喜欢别人 还和别人在一起 当她是什么 冤大头吗 拒绝她 然后找一个浪荡的花蝴蝶 她面上平静 心里却翻江倒海 几伯达 她咬牙切齿的想 喜欢玩它是吧 那她就陪它好好玩玩 她思考了很久 然后买了绳子 铁链 足够的食物 她要把它关起来 这么不识好歹 这么不听话 这么眼瞎 就该被关起来 她知道她不会和她出去 看到她就跟看到鬼一样躲着 她选了的她会回家吃饭的时间 心情颇为愉快的回去了 就是那种 她终于能够打破这层薄杀 然后为所欲为的愉快 她怎么看她有什么要紧 她原来的形象还不够好吗 这个吃力扒外的东西 眼睛亮了亮 随即高兴的和她打招呼 看吧 都谈恋爱了 还勾引她 她心里不屑的想 随即又做出大姐姐的好样子 和她说话 她波澜不惊的往牛奶里加了安眠药 一时间又有些后悔 早知道还是到了这一步 就该早点给她下药的 她心里疯狂的想象 要是原来给她补习时 就狠心给她下药就好了 要是她刚开始来的时候 她就给她立好规矩 告诉她这辈子只能有她就好了 她那时可是最好塑造的 她为自己的优柔寡断感的后悔 随即又心情愉悦的 看她和女朋友聊天 原来他们互相称呼宝宝 她觉得这称呼不错 以后她也这么叫她 指尖相接了一刹 她感觉有电流划过心底 郁佳兴奋了 不用装的感觉真好 她喜欢无休止的瞬息 她身上的荷尔蒙气息 和男大学生独有的甜美 也喜欢把她呆愣和错愕的表情 全部吃进肚子里 然后她的面容渐渐被飞红轻染 曾经明亮坦荡的双眸 因为她染上情欲的水雾 看她还怎么装 怎么逃避 她觉得心满意足 她告诉她 先在公寓里住一周好了 她骗她的 她才不想放她出去 她只恨自己原来 居然有想要好好把她 养成一个王族的可笑想法 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只会告诉她 爱她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 只要爱她 她就能拥有全部 让她像藤蔓一样只能依赖她 她也不会去出中国 防止她被人欺负 她只会看着她被欺负 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抵触和害怕 缩进自己的壳子里 然后她再出现 安慰她 待她远离人群 世界里只有她 光是想想都觉得美好 她满足的溃谈 可惜了 所以她在萧絮跳出来的时候 推波助拦了一番 警察来的时候 她震惊了一瞬间 随即又平静无波 她了解她 也了解她的父母 他们都不会让她坐牢 她走的时候 她眼里还有无限的挣扎 挣扎吧 她无所谓的想 重来一次 她只恨自己没有早点把她囚禁起来 她在看守所的时候 心里空落落的 她不想这种事情 还不在她掌控范围内的感觉 她还是得出去 出去盯着她 她爸妈不断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觉得过躁 不过还是露出了 她那标准的好孩子的笑容 说她什么都知道 然后她什么都不会改 几波打钥匙还不见她 还要逃避她 那她会想出一个绝佳的伴儿 彻底把她关起来 让所有人都找不到她 还有那个碍事的萧絮 把她弄死算了 就制造一个事故 说她死了吧 然后把她藏起来 关起来 她从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怎么不动声色 做各种她想做的事情 还能栽赃给别人 她也熟知各种化学反应 医学事迹 违法犯罪真是易如反掌 她一边在她宿舍楼底下敲电脑 一边兴奋的手指微微颤抖 但几波打下来了 还拥住了她 她微微失望 随即又高兴起来 她要好好养她 几波打大肆的时候 她自己都已经成了网红头部 柳如烟更是短短几年 已经成了商界星星 更是富豪中的佼佼者 柳家的人和她妈妈都看好他们 还让他们可以考虑 结婚生孩子的事 但几波打却不想 她怕柳如烟每天精神病复发 或者她的精神病传染给孩子怎么办 而且现在他们也算是 有头有脸的任务 她觉得自己应该享受一下 单身王老五的人生 或者尝试一下人生的新可能 而不是早早地吊死在柳如烟身上 而且她有点受不了柳如烟的掌控 出门报呗 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家 手机检查 她现在有了公司和团队 她的团队里全是男生 因为柳如烟觉得 男生工作起来才方便 她大学读了四年 手机里没有一个异性朋友 偏偏柳如烟还是一副好姐姐的口吻 寻寻善诱 好像是正义的使者 来点拨她这只即将误入歧途的迷途高扬 她觉得她有病 而且她有点犯贱 柳如烟天天讨好她 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她 给她做饭洗衣做家务 除了在床上封一封 大部分时间就像个24校好女友 她觉得有点无聊 可能是太熟悉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 时间久了 就都那样 而且柳如烟还想和她结婚 她才不想结婚 她想分手 大家都去寻找第二春 刺激刺激 她提结婚的时候 她犹豫地咬着唇 她应该精神病好了吧 她见她脸上没有欣喜的表情 反而很是纠结和痛苦 挑了下眉 耸耸肩 无所谓地问道 你不想结婚 几波打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 或许柳如烟和她一样都腻了 毕竟在一起那么久了 在好吃的菜肯定都腻了 只是碍于情面和他们青梅竹马的关系 不好意思说分手 她善善地笑笑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的意思 就是分手 还可以给双方一个反悔的台阶 柳如烟又宠她笑了 笑得温柔又何须 然后她稳稳地拿起桌上的刀叉 慢条丝里地切了一小块牛排放嘴里 细嚼慢咽 牛排是五分熟 还有血腥味 她觉得美味极了 几波打没想到他们说分手这么容易 她还以为柳如烟会疯了一样掐着她的脖子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分手 再不进 也得大吵一架吗 或者双方家长轮流上她 教育教育她 晚上 她准备睡沙发 明天搬出去 她心里格外地轻松 觉得自由在望 柳如烟缠着她 想和她做的时候 她拒绝 她觉得都分手了 今天是搬出去不太方便 住酒店又怕被人拍 所以才将就一下 但柳如烟说都分手了 最后一次 然后她不容拒绝地开始吻她 然后她猛然发觉 她估计想在床上弄死她 黑暗里 她的黑眸紧紧地盯着她 漆黑地仿佛深渊 她的双手轻而易举地 制住了她的所有动物 掌控她就好像掌控一只玩偶 她心里一颤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预估错了形式 但她无暇思考 鼻腔里进来一点香味 熏得她发晕 她很快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她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是一栋别墅 她的脚踝上 还带着金色的锁链 每走一步 咔嚓作响 她走到阳台 放眼望去 别墅外 全是郁郁聪聪聪 一眼望不到头的山林 往来都是直升机 门打开 进来一个女人 女人身材窈窕 面容精致 眉目温柔 只是一双黑眸幽深 冲她笑得温柔又宠溺 是柳如烟 她对她说 宝宝 欢迎来到新世界